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条他们得到57.60分的高峰 其中有四位裁判都忍不住打出了满分10分 而俄罗斯组合在第三条的时候表现也是可缺可点的 这一条他们得到了88.74分 不过陈爱森和杨浩在第三条的时候继续允许自己非常好的经济状态 这一条他们得到了96.90分继续占据第一的位置 其中有一位裁判再次打出了满分10分 而韩国队在第四条的时候就出现了较大的失误 这一条似乎对于他们来说真的太难了 这一条他们动作没有做完就露水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在第四条的时候陈爱森和杨浩又再次爆发了 这一条他们得到了93.96分 其中有两位裁判再次打出了满分10分 在第五条的时候陈爱森和杨浩虚然完成的没有那么完美 当然是这一条他们也得到了95.46分继续鼓舞自己第一的位置 在最后一条的时候陈爱森和杨浩并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这一条他们又再次操场花挥 这一条他们得到了99.36分的高峰 其中有两位裁判再次打出了满分10分 这连老位教练都看激动看服了 连马过来和陈爱森和杨浩握手祝贺 最终陈爱森和杨浩以组分498.48分五旋领螺挂 而俄罗斯组合落后近40分获得亚军 一共6条陈爱森和杨浩就为我们奉献了10个满分10分 要知道双能跳水比单能跳水想要拿到满分是更难的 可见陈爱森和杨浩的配合有多么完美 这种完美的表现也让对手们都折服了 也期待陈爱森和杨浩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去为中国队夺得更多的荣誉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清台体育赛事有我大手的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